好 来关心侦办精华成案 今天上午看到检方是三度提讯了柯文哲 同时还约谈了时任的都省委员 而接下来侦办的重点会是哪些 我们联系给主播张兆和告诉我们 兆和 好 今天检方侦办柯文哲案就有两个进度 第一个是三度提讯柯文哲 第二个是约谈证人 当时的都委会的成员叫做黄台生 他是一个委员 我们先从柯文哲的层面来看 为什么今天要三度提讯他呢 今天柯文哲一样 黄色球衣蓝白拖进到了北柬 现在大家怀疑把矛头指向了 上礼拜的金华成董座陈玉坤 我给大家看一下上礼拜的画面 这是陈玉坤当时进来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他手上拿着一大碟的文件 是不是这个文件里面有什么样的猫腻呢 是金华成的账本吗 金华成的金流吗 还是说这些资料跟这些容积率是有关系的 恐怕检方就是因为陈玉坤 那时候长达4.5个小时 他要去分析这里面的文件到底是什么 所以时间才会拉这么长 而拉这么长的情况之下 今天果然三度提讯的柯文哲 是不是跟陈玉坤手上拿着的这个神秘文件 是有关系我们可以来做观察 好第二个我刚刚提到的今天早上第二个动作 是约谈了当时的时任都委黄台生 黄台生当时在金华成案已经是证人的方式被约谈过了 但现在为什么会再约谈他呢 会不会跟外界所说的 当时这些都审委员是球员兼裁判 你们研溢了一个20%的奖励方案 自己又去审了这个奖励方案 让他去过关 会不会跟这个周刊写的一样 都是检方他们心中或是检方不排除 会被列为所谓潜在被告的一些人呢 而今天除了黄台生 这一周或许还会约其他的都审委员 这个我们也可以来观察 好第三个我要跟大家谈的是金流 今天你一整天看到 包括周刊写的 都说跟政治现金是有关系的 真心里面有些相关的金流 但是呢要给大家看到是另一个层面啊 另一个层面是检方除了去办 审刑金的这个收贿案件 他还多办了这个当时金华城买卖案件 会不会这个所谓的审刑金会涉及 所谓的证券交易法跟特别背信罪呢 为什么检方要特别去办这个案子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行贿的罪嫌不会很重 但如果你去办了这个买卖的过程当中 有这个特别背信罪跟证券交易法 或许这会最重一点 而最重一点 是不是要审刑金跟他讲 如果你不再吐石 我就一路把你的抄底 把你的底全部都抄了起来 把你的金流全部都扣了起来 能够让审刑金能够吐出石化吗 这个未来我们可以持续的关注 好 以上最新主播 谢谢您的杨广告 谢谢您的杨广告